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見到SYSTON這個牌子 這次有了防水盒 防水盒裝著什麼呢? 防水盒當然是潛水錶 今天這隻是早兩集 572 集介紹的泰金十九日潛水款的手錶 有一個實物就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給大家看一看 好,轉回角度 這樣好像好看一點 好,開啟 是一隻藍圈藍面的 今集有些資料想跟大家更正一下 好,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之前第 572 集跟大家說過 這隻泰金屬的手錶 其實我之前說是啞色啞面 純粹是黑圈的 因為今天看看實物 藍圈這隻其實也挺亮的 一樣都是那隻陶瓷圈 如果喜歡啞面記得就看黑色 藍色就不是,藍色也挺閃 都是一個挺亮的圖瓷的錶圈 好,我們看看錶身 整隻錶就採用了二級泰金屬 那二級泰金屬是什麼呢? 二級泰金屬其實是一個最高純度的合金 通常用這些泰金屬都是航天的科技 醫療或者一些比較化學加工的用品會創出泰金屬的 總之就是好東西啦 好,全隻錶都是的,錶帶錶扣都是的 先看看錶帶 這是泰金屬的錶帶 還有一個實心扣 錶底之前都說過了 那就是物底 整隻錶的那個泰金屬的錶殼和錶帶的打磨造工都算不錯的 省眼看上去都以為是降落的 但當然錶起上手一定是輕很多的 好,我們再放近一點,看看一看 這隻錶是用一個NH38機芯的 但是看不到的 因為上集都說過了 它有一個物底 你用什麼機芯其實不知道 可以看看側面 這個霸的 它有一個S Logo 鎖霸的 都很粗的,其實都感覺到它的泰的感覺 除了輕身之餘,看上去的那個承式 跟這個鋼也是有一些分別的 造工不錯的 大家看看那個Basso圈 是亮身的 不是瓦身,瓦身是黑面才是 黑面有一個中央環文拉絲的瓦身 會更加像雕陀款 這隻藍色就會 像一些普通款的潛水錶 這樣 就看上去 雖然這個H38 但是其實 它的針都行得很流暢的 好,我們來試一試夜光給大家看一看 好,試夜光的色燈之餘 我們又用一些電筒照一照它 增加視覺的效果 其實都不用懷疑的了 這些BGW9的藍夜光 基本上,嘩 真是不吸到勁,吸到更加勁 那些黑度,INDEX那些 全部都是 很藍很光的 持久力亦都很強的 那今次這隻藍圈藍面 採用了這隻 潛水圈這隻 就不是密集式那隻 就是這樣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之前有看過 有說過另一款密集式 潛水圈那隻 那些夜光亦都是有點不同的 那隻會沒有那麼 雕陀的影子 那隻就 好,那再看看 那其實這隻錶的打磨造工都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 泰的拉絲打磨 眨眼看下去 真的跟鋼的分別 都好像不太覺得 不是拿起手刀也不太覺得 除了某些位置 是看到偏啞一點 否則都以為是鋼錶來的 好,那就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40mm直徑 20mm錶耳 就戴上7吋 手腕就有這樣的效果 今天詳細錶的資料 那些規格 都不太多說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翻看第572集 今天純粹給大家看看 實物究竟 效果如何 因為有時候看實物 可能會更加清楚 譬如說這個圈 原來真的亮那麼多 初初都以為是啞色 但是原來有另外一個效果也不錯 好,再看看 錶盤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放射性紋 不是一個實色藍 所以在不同角度 看上去有不同的反光效果 什麼機心 就個人喜好 這隻是性格比最高的NH38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下次有什麼新錶的時候 就和大家一起見面 好,就這樣吧,拜拜 拜拜